我们这几年的实务观察 有很多人错把交易当配置 错把配置当交易 什么叫长期投资 耗牢叫长期投资 你要求的是它的涨幅 但是同样的 你可以承受跟忍受的跌幅是大的 因为你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拗回来 而唯有在解决方案的提供下面 才能够满足投资者 短期投资 中期理财 长期退休的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投资组合的需要 各位工商时代 还有我们工商财经网的读者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理财巴菲泰 那我们来欢迎一下 我们今天最有分量的贵宾 我们的元大投信董事长刘宗盛 保护兄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的这个社会对于理财的需求 其实非常大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如果从人口数的结构去看 已经进入所谓高龄社会 也就是说65岁的人口已经超过14% 如果到了2026年 我们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些退休族群 大概分两类 一个是你已经借您退休 还有一个是已经退休 那如果对这样的一个族群 从理财的一些观念上来说 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你今天做投资 你在意的是交易的短线的一个爆发力 就像开喷射机开战斗机一样 你要求的是速度 你要求的是流动性 你要求的是它的涨幅 但是同样的 你可以承受跟忍受的跌幅是大的 因为你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凹回来 可以慢慢的等回来 从时间的位移看起来 刚好它是有一个反向的是 越年轻的族群 可能适合在投资上面 可以等待未来的时间更多的话 它适合这种高波动高风险 这是高爆竹的前提 台湾现在的社会 也进入到一个最大的改变是 周转率偏低 成交量开始降低 因为大家同样是买股票 但是买的都是高配息的股票 高殖利率的股票 换句话说 叫做买进持有等配息 某个程度它还是暴露在资本市场 证据市场的涨跌风险之中 但是它每一年可以落袋为安 所以就会进入到一种叫整存零附 我慢慢的投到市场里面 把大部分的这个信任职利率去拿回来 如果是4%的信任职利率 代表你25年可以还本 所以外资也基本上是用这种做法 那退休 针对未来的退休 一方面要兼顾风险 一方面要兼顾报酬 但是最重要的退休 是要兼顾你的现金流量的理财 所谓的这个希望能够有所得替代的效果 所以这整个大的位移 是台湾目前的投资社会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象 按照董事长您刚的说法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概念 一个是交易型的 一个是配置式的 从商品上来看 这两种类型 大概我们要怎么去考虑 我们这几年的实务观察 有很多人错把交易当配置 错把配置当交易 过去很多人常常讲说 什么叫长期投资 套牢叫长期投资 就是因为他套牢了 他就只好配置在那边 所以我们的法人操作一般都是 停损不足利 赚应该赚很多 但是亏20% 30%你就要停损 但一般的散户都是停利不停损 就赚了一点就走 但亏很多还不走 所以它的长线的财富效果的累积 一个是收敛 一个是发散 那刚刚我讲到的 现在台湾整个投资的需求 跟变化 已经慢慢从过去的交易 转向配置是因为人口老化 是因为整个法律的 监理越来越严格 是因为大家对于整个 在交易上面的变化 已经从过去的一次一档 叫单笔操作 叫单股的投资 到多次一档 叫做定期定位 进入到从产品到解决方案的 一次多档 叫投资组合 多次多档 叫动态投资 到投资组合 就是所谓的目标日期 目标风险 跟目标报酬 所以当你对未来 退休有一定的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设定你相关的参数 而进入到一个配置的阶段 当你一进入到配置阶段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积极的 或太过频繁的 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这个东西跟所有的产品的结构 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过去从股票的投资 变成一篮子的 股票型基金的投资 再把股票型基金当成股票投资 所谓的ETF 到最后我们再把ETF 变回共同基金 让它跟传统的基金一样 不管是台股基金 海外基金 债券基金 结合在一起 进入到配置的功能 进入到配置的时代 所以ETF现在从过去传统的交易导向 也有机会 透过连结基金 变成配置导向 一旦可以变成配置导向 你要的配息也好 多元资产也好 投资组合也好 你就可以完善的 跟原来的共同基金 可以变成是一个family 而不会有违和感 今年是台湾发展ETF的 第16个周年 我们从2003年 把股票型基金转为ETF 发展到今天 整个台湾ETF的规模 也超过新台币1.3兆 那占整个公共基金的规模 超过30%以上 这个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 那换句话说 国人对于接受ETF 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交易的 一个标的跟原件 股票的这个接受度是很高的 就以台湾50 跟0056高股息来讲的话 这两档的这个受益人 大概就超过20万人 那截至今天为止 台湾有超过67万人 接近70万人是购买ETF的 但是传统的ETF是有投信发行的 但是不能有投信销售 那一般银行呢 也把它视为股票 所以它在传统的财富管理的 一个基金上架的一个品项里面呢 往往是不存在的 所以一般传统要买ETF 只能透过券商 那也很多的投资者 像我们最近观察到 人数增加最多的是 0056台湾高股息 规模增加也最多 这个一年以来 大概规模增加了百分之百 人数也增加了百分之百 那显示国人在老化的同时 对于配息型的商品的需求 是很高的 但是这些人呢 往往他必须成为股票一组 到券商去买ETF 把ETF当股票买 那我们也的确发觉 我们投信的本身的客户 跟银行传统财富管理的客户 很多人是希望 透过传统的共同基金的操作方式 就是一天一个净值 但是ETF呢 它每15秒钟就一个净值 而且它在集中交易市场划牌 它是有所谓的市价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今年也在 主管机关的核准之下 我们正式成立了 ETF的连结基金 就是把ETF从 以集中交易市场 当股票为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诉求 拉到共同基金的 一个传统的环境里面来 不管投信本身 不管银行本身 都可以把ETF的连结基金 跟传统的共同基金 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跟台股基金 跟海外股票型基金 战训基金 都可以同时放到 一个投资组合里面来 而不会有违和感 那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当然是希望 让那些过去传统 可能不方便 或者是还没有到 券商开户 券商下单买卖的投资者 习惯在传统的银行或投信 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组合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投资跟管理 所以我们现在 在今年主管机关的 合可之下 发展了台湾的 以台湾ETF为主的连结基金 我们会把台股 走向海外的股票 可能包括LOOP 包括美股 会从股票走向债券 甚至希望能够走向 另类资产 像商品 原物料 所以这样的一个 发展前提之下呢 就可以透过ETF的一个连结 来进入到传统的共同基金 让ETF这种被动 跟传统的主动 从过去可能是零和 走向进和 最后走向整和 从过去的产品提供 一次一档ETF的交易 变成一次多档 而且这个多档 可能不一定是ETF 而是ETF的连结基金 变成是一个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 而唯有在解决方案的提供下面 才能够满足投资者 短期投资 中期理财 长期退休的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 投资组合的需要 而可以从风险的导向 从传统的稳健积极保守 走向目标风险 目标报酬 到目标期间的 退休理财规划 我们的确在这一两年的 观察曲线里面发觉 0056的规模跟人数的增加 是超过0050的 因为0050被大家认为是一个 参与市场上涨的一个具备攻击力道的 但0056在未来的中长期的退休规划 理财规划 股价波动相对小 但是每一年可以给的股票的报酬 以股息率来讲 是明显较高的 而且较稳定的 所以投资者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两个产品的变化里面 已经慢慢的看出来 做出了一些选择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刘忠胜刘董市长 提供我们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 我相信对于退休这个理财议题 它其实是每个人都关切的议题 我们以后理财巴菲泰这个节目 也会不定时的提供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这个节目会放在YouTube上面 也欢迎大家踊跃的订阅按赞 今天非常感谢董事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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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